我们来看一下交易管理的部分 那交易管理的话呢 主要会跟各位谈到哪些内容呢 我们在谈交易管理的时候 会先跟各位来谈一下交易 translation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接下来跟各位谈交易管理的四大特性 然后呢 因为交易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们要先来知道一下 交易里面会有哪一些状态存在 这边我们也会来跟各位谈 然后呢底下介绍四个比较重要的机制 一个就是所谓的系统日制 一个是所谓的commit point 所谓的确认点 第三个是系统日制强迫协入 第四个是所谓的检查点 这四个东西 在我们从事所谓的交易管理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机制 这边就要请各位好稍微去知道它一下 然后最后来跟各位谈一下 什么叫做交易的排程 好 那我们这个单元的话呢 今天内容是在什么地方 在你们现在手楼上 语音的讲义的第七章的Session 1 都是在谈所谓的交易管理的议题 那如果说你们在座有一些人 是在看原文书 或是看那些呢 我所介绍的一些参考讲义的话呢 那基本上是在一些原文书的第十三章 好 第十三章 这边有一个注意事实上 要请各位特别注意的 你们看一下我这一段话 在本单元里面 我们谈的DML相关的指令 基本上它是有包含DQL在里面 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在谈所谓的那个CQL指令 还记不记得 我们是有跟各位谈过CQL指令里面 DML这个指令是在干什么 它是不是针对我们资料库系统里面的资料在做处理 比如说资料的新增和insert 资料的删除Delete 然后资料的更改Update 这些都是针对资料库系统里面的资料在去做处理 那我们的DQL是针对资料库系统里面的资料去做查询 那我们有跟各位讲过 其实有一些书是把DQL跟DML混在一起 当成是一个一组DML的指令来做说明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的DML这个指令是有包含查询语言在里面 有包含查询语言在里面 所以说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我这个单元里面所提到的DML 它是有包含查询指令在里面的 请各位知道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跟各位谈 什么叫做交易管理 我们在谈交易管理的时候呢 首先要先去认识一下 什么叫做translation 什么叫做交易 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交易 我们将一个或多个 针对资料库重新资料存取 动作的这些相关的指令 把它包装成单一任务来做执行 那我们这边有提到 我们对资料库重新资料存取的动作来说 这些动作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DML指令 比如说资料的插入 资料的删除 资料的修改 进去说资料的查询等等 都是属于DML指令 那我们今天把多个DML指令 把它包装成单一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就叫做交易 好这个任务就叫做交易 好那这个单一任务来说 它是属于我们资料库处理的一个额级单元 这个邏輯单元它是不可分割的 来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比如说我们的银行金资中心的资料库系统 如果说你们有去 ATM有去做纯提款动作的话 你们应该知道就是说 当你今天拿了银行的提款卡去ATM提款 你要进行这个交易的时候 你中间有哪些动作 卡片插进去输入密码 好密码比对 比对完之后 我们输入我们要提款的交易金额 然后这时候按确定 按完确定之后 你这个交易金额会跟你的余额做比对 比对完之后OK好 然后我们去做资料库的扣款动作 扣款完之后 我们就把一个钞票吐出来 吐出来之后 你们拿着钞票 然后拿着提款卡走人 所以说整个交易就结束完毕 你看这是一个交易 所以说这个交易里面 你们听听看 有多少个DML指令在里面 很多个DML指令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讲第一个动作就是 我们要输入密码 那输入密码的话 这个密码你要跟金资中心里面 个人的资料去做比对 密码没有比对没有问题之后 我才能进行下一步 这个就是一个DML的存取动作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如果说密码验证没有问题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提款 提款的话 我们要输入我们要提款的金额 比如说你的账户里面假设还有一千块 那我现在要提款五百块 那这时候我就按五百嘛 对不对 好五百打进去之后呢 哎又要再做一次DML指令的操作咯 因为我要拿你这个提款的这个数字 五百块来去跟你的那个金资中心里面的 余额去做比较 他会说你的余额够不够啊 余额不够我不能让你提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DML的操作嘛 好那这个操作完之后 如果我考虑到诶 余额够好那我就开始做提款的动作 但是呢提款的动作 当钞票吐出来之前 我要先对你的资料去做一个扣款 也就是说你原本还有一千块 那我就给你扣掉五百块 那这就是一个DML的操作啊 啊不对嘛 资料的那种更新嘛 对不对 好当我今天对资料库系统里面的资料更新完毕之后 我这个ATM就要吐钞票给你啊 那吐钞票之后呢 连带就要把提款卡吐完给你啊 这时候你把钞票拿了 提款卡拿了就走人 这样子整个交易就算完成 好那请问一下 这个交易可不可以分割 绝对不可以啊 分割还得了 你看看哦 密码输入 然后提款金额输入 他也给我控款了 结果哇 钱没堵出来 这笔交易的这种执行动作是可以分割的话 代表说呢我中间只要有一步进行到一半出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啊 你底下工作进行不下去 不行令你倒一感激 你这样看啊 你在整个提款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能说 哎 你们的金资中心的后端的资料库 帮你今天把一百块扣款扣掉之后 哇 钱放了土给你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也不晓得那啥啥就走掉了 不可能嘛 代表说你这个交易根本没有完成执行到一半而已 那 那所以说呢 基本上你这个交易 如果执行到一半 可能是因为外力的因素 系统挂掉来怎么样 那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交易就不能成功执行 就不能成功执行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能就要把整个交易给退回到交易之前这种情况 所以说你看哦 一个交易一定要整个完成 才能确保整个交易任务的正确性 所以说呢 我们交易基本上一笔交易 它中间就是有非常多的跌每楼的操作 但是呢我们要把这多个DML操作 把它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位 它必须要整个完成之后 所有DML指令 所有整个完成之后 它才算是一笔交易的完成 才算是一笔交易的完成 所以说我们在讲所谓的一个translation 一个交易来说 它是属于不可分割的逻辑单位 这样懂的意思吗 所以说一个translation来说 里面会包含很多DML指令 而这多个DML指令 我们把它包装成一个交易 把它包装成一个交易 而这个交易它是属于不可分割的一个逻辑单位 好 那底下有两个简单的这种交易 来 以T1这个交易来说的话呢 它里面 Read Item X Read Item X是跟你讲说 我针对资料库里面的资料项目X 做资料的读取 好 我把X这个资料项目读出来之后呢 我去做计算 计算完之后呢 我再把计算之后结果写回资料项目X里面去 所以说呢 我这边的Read跟Read 是对我们的资料库系统去做读写的动作 我中间的计算过程来说的话呢 它纯粹只是把这些计算的结果 把它摆在Memory里面 好 计算机开论的五大架构应该还记得啦 糟糕你那脸没有很古刀 所以说你看呢 今天我们会对资料库里面的资料有影响的是 Read跟Read这种操作 至于说中间这种计算来说 那基本上跟我们的Database里面的资料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它都是Can在Memory里面的 它只是中间的一些计算过程而已 OK 好那你看呢 我T1里面有这么多的这种交易动作 Read,Read,Read,Read这么多 那我T2这个交易也是 它有一些Read跟Read的这种动作 那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T1跟T2是两个独立的交易 它们两个之间不应该有任何影响 不应该有任何交互的影响就对了 真的吗 好 就可以啦 所以说Transaction应该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我们的商业资料库系统里面 经常会遇到多笔交易 同时对同一笔资料记录进行存取 比如说 你在抢电影票 或在抢火车票 对不对 它都是要同一个时间点啊 然后全台湾几百个人来跟你抢车票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哦 这些多笔交易 它们同时在进行的时候 我不应该让交易跟交易之间 有任何的影响冲突存在 以保障我最后交易结果的正确性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看一下哦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确保资料 与交易结果的正确性的话 则交易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像你们现在设计完资料库系统之后 这个资料库系统 你是要上线去让人家做使用的 一个企业 一个业主会叫你们帮忙设计资料库系统 不是设计完他们版面好玩的 不是啦 它是让你们实际上线去做日常的移民交易的 那每一天移民交易的 同一个时间点可能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交易的工作进来 而且有可能会对同样的一笔资料库的基础去做所谓的存取动作 那这样的话呢 我怎么去保障说这多笔的这种交易的动作 他们能够正常的这种执行完成 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交易管理要执行这种工作 要执行的议题 那懂我意思吗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交易管理里面有哪一些主要的处理机制呢 有两大类的处理机制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做并行控制 第二个要做所谓的失败的回复 或者我们讲失败的复原 那基本上来讲 在我们企业级的资料库系统来说 这两个机制一定要存在 我们企业级的资料库系统 所以说比如说像欧阳资料库系统 或是买机会的资料库系统 这两个东西一定要有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病情控制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病情控制的话呢 它是让多笔交易能够在同一段时间内 存取同一笔资料 而且不会相互影响 不会相互干扰 不会相互干扰 我才可以保证说 这多笔交易执行完毕之后 他们的结果是正确的 OK 可以吗 那这是病情控制主要要处理的这种议题 来 第二个 失败回复 或者我们讲失败复原类 那基本上失败回复来说的话呢 资料库在执行某交易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生故障或执行失败的情况时 则必须要让我们的资料库能够重新回到一个已知的正确状态 也就是说你一个交易执行到一半 比如说你们提款好了 提款提提提提到一半 哇 那个系统当机 或是突然跳电 那这样的话呢 当他们资料库系统重新set up起来之后呢 他必须要回到你交易前的状况 等于说叫你重新操作啦 有些说你刚刚做的那个交易 你有错完嘛 对不对 好啦 那我只要不许你说不认账 跟你讲说 我整个我们重新退回 重新来玩 懂一致吗 这就是所谓的失败回复 这样懂一致了吧 OK 好 那基本上来讲 不论是病情控制也好 或者是失败回复也好 基本上他们有一堆做法 那比如说这些做法来说 我是把它摆在下一个单元来讲 下一个单元我们就会针对 病情控制与失败回复 他们的做法来去做讨论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先针对病情控制跟失败回复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做一个简介 现在做一个简介 可以啦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讲了 来 好 那交易管理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 有底下这五个主要的目标 来我们来看第一个 它可以确保交易可以病情处理 那基本上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病情控制主要的任务 来 第二个 交易管理的第二个目标是 确保交易的正确性 以及不靠性 基本上呢 你多比交易进来之后呢 我希望你这些交易在执行的过程 乃至于说你每个交易执行 最后的那个结果一定要正确 一定要对啦 这就是正确性 那可靠性呢 可靠性指的是说啊 我刚刚希望你在进行交易的过程当中 不知道出任何状况嘛 对不对 如果你实在出状况那怎么办 比如想你遇到调便 或者说你遇到一些失败这种情况 那你该怎么办呢 这次我们就要有一个recovery回复的机制 来帮助你把你的那个进行当中的这种结果 把它给撤回 把它给撤回 那基本上这就是所谓的可靠性 这就是可靠性 来啊第三个呢 第三个的话呢是提高资料库系统 它们可以有适当的空间去做利用 这样子的话呢 我的交易它对于我们的交互系统的利用度就会提高 所以说它的可用率就会上升 可用率就会上升 来那第五个是什么呢 降低系统成本 我这边讲的成本是后续的维护成本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哦 如果说我们多比交易之间的交易管理如果做得好 问题是不是就少 那问题少的话呢 你只要针对这些少数的问题去做处理就好了 那你的维护成本就低嘛 可是问题是你交易管理如果处理的不好 你整天遇到千百一条问题 整天在那边傻丫头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时候你后续的维护成本就会高 后续的维护成本就会高 OK 所以说呢 降低系统成本 我们这边的cost的值是你后续那些系统维护成本 OK 也就是说呢 交易管理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 你后续的问题就会多 不过的话呢 你相对应的成本就会提升 维护成本就会提升 所以说呢 这边是我们五个交易管理主要要达成的目标 这样OK 所以文字续续而已啦 很无聊 哥哥哥哥哥哥就好了啦 来 比较重要来的 在这里 交易管理的四大特性 AZID 你们学过资料库 人家如果问你AZID是什么 你不要说不知道 AZID四个字 这四个字母分别代表 交易管理的四大特性 OK 好 那这次我们就来看一下 AZID分别是代表什么特性呢 好 我来看一个 来 首先 先来看A A是什么呢 A是所谓的atomacy 就是所谓的单元性 或者讲基元性 看到这个字眼应该很熟悉了吧 什么叫atomic 基元嘛 什么叫atomic 基元值啊 那基元值是什么东西啊 不可以再切割的值嘛 OK 所以说呢 在我们的交易管理里面 每一个交易 它们是属于不可分割的值 所以说呢 交易管理它一定要满足所谓的单元性 或我们讲基元性 所以我们前面一直讲到现在的嘛 来 所以各位看一下 交易它是一个不可再分割的完整个体 它不是全部执行 为何就是全部不执行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全部执行 什么叫全部不执行呢 来看一下 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全部执行 全部执行是指说呢 你一个交易 正确且正常完成 并且呢 我们透过commit这个命令 把整个交易的结果储存到 永久性的资料库系统当中 我们刚刚讲的永久性资料库系统当中 是指说 位于硬碟里面的database 不要忘记哦 我们在谈资料库系统的话呢 后边是不是有很多罐头 那每一个罐头都是一个database 都是一个资料库嘛 那这些资料库是你其实看得懂 废话 但是放在硬碟啊 对不对 要不然你的资料怎么做永久保存呢 所以说呢 我们的交易 如果说你今天你一个交易 是从头到尾正常执行完成的话呢 基本上一个正常执行完成的交易 最后一定会有个命令 叫做commit 后面会跟到一个各位看 正常执行完成的 如果有交易 最后一定会有个指令 就是commit 这个commit一按下去之后呢 这就你整个交易所处理的资料机会 全部都会回到 我们硬碟上面的资料库里面 回到硬碟的资料库里面 OK 这是第一个 那什么叫全部都不执行呢 是指说 你一个交易执行过程当中 如果发生错误回损等因素 导致整个交易 无法顺利完成时 这时候我就要透过 Rollback的命令 把整个交易 回复到执行前的原点 这叫全部不执行 也就是说 你刚刚做的东西 我不认账了啦 可以吗 就退一道出原点就对了啦 OK 所以说呢 如果你今天一个交易 它是没有执行完毕 没有执行成功的话呢 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命令 叫做rollback 会把你整个交易给撤回掉 当然啦 我们这边讲所谓的交易途中 遇到一些状况 造成你的交易 没法顺利往下执行下去 有的时候呢 有些状况是系统造成的 比如说像这边写的 发生所谓的错误或回损 那有些是人为 比如说 我交易交易太一半 我突然不想做进行这个交易了 比如说像你们爸妈 想说 你们这些好辛苦 然后去银行 汇钱给你们 他准备要进行这个 汇钱的交易 汇的一万块给你们 可是汇钱汇到一半 想说这些搞幸运啦 这也带给我交你朋友 而是他会批好几个 想说你钱太多了 所以说 我决定要终止这个汇钱的交易 当然啦 我就讲嘛 这个交易有时候是人为终止的 对不对 我就退回 就当我刚刚做的 不算数 所以说基本上 他就是全部不执行 知道我来讲什么了 所以说这就是属于 全部不执行 所以说有关于 整个交易关于当中的 这个atomacy 这种所谓的单元性来说 它是由回复 recovery 这个部分来负责 所以说我们这边跟各位讲 确保单元性 在这个特性来说 它是recovery 回复的责任 还记得我们刚刚有跟各位讲 交易管理 他们有两大机制 一个是病情控制 一个是回复 那个recovery 就是指这个东西 好 那这是所谓的A 机元性 或者我们讲单元性 来 那C是什么呢 C叫做consistency 一致性 那一致性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致性指的是说 当你今天一个交易 它全部执行完毕 也叫它是正常执行 成功执行 那这个时候呢 这样子一个 执行完毕的交易 它可以让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从某一个一致状态 转变到另外一个一致状态 则我们称此交易为 具有一致性的这种交易 那是好可怕 怎么叫做从一致状态 变到另外一个一致状态 来 资料库系统里面的一致状态 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底下这段话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说明 来 资料库里面的一致状态 是指资料库所有被储存的资料 不论是在交易前 还是交易后的资料 必须既满足资料库 所设定的相关限制 以及具有正确的结果 这两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看呢 如果说今天呢 有一个交易前的这种资料库 里面已经存了一堆资料了 而且这些资料 也满足之前所设定的所有限制 比如说什么个体 人性限制的啊 参考完整性限制 都满足哦 都满足哦 好 可是这个时候 假设你进行了一个交易 进行完毕 而且是正常执行完毕哦 而且是正常执行完毕哦 那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交易正常执行 而且执行成功 执行完毕之后 你这个里面的资料库 如果说你交易之后 这种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哇 突然违反了一些限制情况 比如说违反了个体完整性限制 或者是违反了参考完整性限制 那你觉得 你这样的一个交易是正常的吗 绝对不正常啊 对不对 OK 所以说呢 基本上来讲 我们讲的从一个一致的状态 变到另外一个一致状态 是指说你这个交易是不是具有一致性的一个特征 那除了有关于这种相关限制的满足以外 如果说像我刚刚讲的 你有一个交易前的这种交易资料 你今天如果经过某个交易之后 你得到了那个交易之后的这个结果 假设啦 它满足我们刚刚讲这种相关限制 问题是它的结果不对 什么样情况呢 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那种提款动作 原本你在提款之前 你还有一千块 那现在你做了一个交易 它就是提款 提五百块出来 那照理来讲 你正确的结果应该是 交易之后你还应该有余额是五百块 对不对 可是当你正常交易结束之后 你看到你交易之后的购买就 哇 贏 正常什么意思 你被多扣五百块之后啦 所以说呢 这个结果是错的 这结果是错的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在讲 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交易 它是属于 具有一致性的交易 这个一致性的交易 如果它是正常 全部执行完毕 正常执行完毕的情况之下 应该可以从一个一致的状态 转变到另外一个一致的状态 这个所谓的一致状态 基本上有两个条件 就是你交易前 跟交易后的那种资料 他们都要能够满足 相关的限制条件 限制设定 也就是说 他们交易前 跟交易后的资料 都能够保持正确性 能够保持正确性 这样子的交易 才算是具有满足 一致性的这种交易 OK 基本上 确保一致性 通常都是由 城市设计师负责的啦 尤其是 资料库管理系统 DBMS的城市设计师 来负责这一块 为什么呢 还记不记得什么 叫做DBMS 资料库管理系统 我们前面有介绍过啊 第一张 开学 就告诉各位啦 我们讲的资料库系统 分成两八块 一个叫做资料库 一个叫做DBMS 资料库管理系统 对不对 好 那资料库管理系统 它是一大堆城市的集合 而每一支城市 都是用来管理 整个资料库系统的营运嘛 有不 所以说呢 交易进行当中的一致性 基本上也是靠DBMS来负责的啦 所以说呢 你DBMS如果没有设计好 你这个城市没有设计好的情况之下 你在进行一个交易的时候 它很难保证 它的一致性一定会达成 OK 那交易有可能随时出错啊 对不对 要往你灌啊 随便你啊 所以说呢 基本上来讲 你基本上确保一致性来说 通常都是由DBMS的城市设计师 来去负责的 这是所谓的C Consistency的部分 那第三个 I 孤立性 Isolation Isolation是什么呢 这个孤立性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孤立性的话呢 是指说 某交易执行期间 它所使用到的资料 或是中间结果 不容许其他交易去读取或写入 直到这个交易被确认 被Commute为止 也就是说呢 这个交易 它所使用到的这种资料记录 我不允许其他人 对它做写入或读取 一直到我这个交易执行完毕而止 也就是说呢 它不应该被同时执行的 其他交易所干扰 你不能来跟我抢同样的资料 来做执行 是我不允许的啦 所以说呢 这个Isolation来说 待会我会Demo给各位看 待会我会Demo给各位看 好 某交易执行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被其他交易所察觉 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段话是跟你讲说 现在假设呢 我们的资料库系统 同时有多笔交易在进行 对不对 而且呢 这多笔交易可能对 同样的一个资料记录 X 去做所谓的资料的读取 或写入的动作 好 假设交易A 他对这个资料 X去做写入的动作 那交易B 他也想要对这个资料项目 X去做写入的动作 可是比如说 A卡住卡住 他先抢到X 他先去做读取写入的动作 交易B手脚比较慢啦 好 可是现在交易B 他也想要做写入啊 只是说他在做写入的时候 他发现到 X怎么卡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交易A 已经掌握了那个资源 那这个时候呢 交易B他没办法进行 他就会察觉到说 哦 原来有人跟我讲 同样一个资料记录 在做处理 他这个时候就会察觉到说 嗯 应该是有其他交易 在做资料的这种处理工作 只是说 那个交易是谁 他在进行什么样的动作 我都不知道 那这个地方 你可能听了会觉得很玄 不过没关系 我待会会做那个 实际的这种买机口的操作给各位看 Demo这一块给各位看 其实这个地方很容易Demo的 来 确保固定型这个特性的话呢 是由我们的并行控制来负责 而且呢 我们可以依照我们的需求 去定立不同层级的这种 并行控制的限制 在不同层级的限制来说的话呢 它的层级有很多啦 当然你可以定得很严 那定得很严的话呢 就是执行效率不高 可它的并行控制的那种效能会很好 也就是说呢 比较不容易出事情 但这问题是因为 你甚至定得很高 条件太严格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系统的执行效率 就会变得很低落 好 这就是所谓的那个安全性 跟效率的一种平衡啊 你自己要去做一个调整 OK 那所以说呢 在我们谈并行控制里面 也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的执行效率 跟你的那种 并行性的控制的效能 你之间要取一个平衡点 那根据你的性能需求 来去做决定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在下一个单元会来 跟各位做一个 完整的说明 来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特性 D Devability 它就是永久性 永久性是什么东西呢 永久性指的是说呢 一旦你一个交易 全部执行 这个全部执行指的是 成功执行 成功执行完毕 而且是经过Commit 那它呢 对于资料库所做的任何改变 则是永久有效 即使你未来系统当机或回损时 这个变更也是永久有效 你不能动它 好 那这边的意思就像我刚刚讲的啦 比如说你们今天做存款的动作 那你先把钱存进去的那一刹那 你由一个机制中心的资料库系统 跟你讲说你存款成功 照理说今天存款成功的下一秒 那个一家银行被飞机撞了 或者是说呢 它发生什么大爆炸或失火 不管啦 那基本上来讲 我所做的这个变更交易永远有效 好 永远有效 好 那所以说你这个永久性来说的话呢 一般是靠所谓的back out 系统备份 后面讲所谓的硬碟硬射 那就是说你系统密制 等数种方法来去达成 OK 所以说呢 以永久性来说的话呢 它是由recovering这样子一个机制 来去负责 所以说呢 比如说别的题来说的话呢 它只是这件事情 只是这件事情 那这四个特性应该还好啦 还可以接受 好 因为这边都是文字叙述 所以说呢 我就把文字解释一下 好 然后那各位有概念之后呢 回去你们会比较容易复习一点 好 来 来那这次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我们知道 一个交易里面可能会包含很多的动作 那我们就要去认识一下 真正在执行一个交易的时候 它到底有哪些状态 我们要去认识它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各位来看哦 如先前所述 交易是将一个或多个 针对资料库内的资料 所做之存取动作 包装成单一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单元 那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单元里面 通常会有哪一些状态呢 那这些状态在底下 好 一二三四五 好 五种状态 那这五种状态的话呢 当然啦 按照那个不同商业资料库系统来说的话 它会有不同处理的机制 待会呢 我们会demo 在买机会资料库系统里面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来 基本上来讲 一个交易 它一定会有70点 一个交易 一定会有70点 所以说呢 我们的交易状态里面 第一个就是begin transition 我们要其实一个交易 这样可以吗 好 一个交易既然有70点 它就一定会有中止点 停止的地方 所以说会有所谓的end transition 因为交易它会执行结束 只是说呢 在end transition 交易的执行结束 它是正常结束 还是不正常结束 它会有这两种情况 如果说你一个交易 它是正常结束的 就是你整个交易从头到尾后 全部正常执行完毕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它会是属于commit这个指令 来去把整个交易给结束掉 所以说commit这个指令的话呢 是当你今天整个交易 全部正常执行完毕之后 我们所谓下的一个指令动作 可是如果说今天假设 你一个交易执行的过程当中 假设你反悔了 你不想进行这个交易了 或者说呢 遇到系统的那种毁损 或故障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时候交易必须要整个退回去 那整个退回去的话呢 基本上它的指令就是rollback 就是rollback 所以说rollback的话呢 是当你现在遇到交易不正常终止 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 顺利执行完毕时 所要下达的一个终止指令 叫做rollback 所以说呢 这个commit跟rollback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地方 下面这个地方跟你讲说 commit它是交易全部执行完成 且更改的资料项 已被确认进入到资料库里面去 也就是说呢 假设你这个交易正常执行完毕 这个时候我就是用commit来去结束 好 这样子一个交易动作 好 那什么叫rollback呢 rollback的话呢 是指说你交易未完成 此时呢 我们需要将交易对资料库所做的所有改变呢 就要去做一个恢复的动作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退回到交易未执行前的一个原点 就是用rollback这样一个指令 去把整个交易给退回去 好 把它也退回去 好 那在beating跟end的中间呢 它就有一些readwrite的这种操作 那read跟write来说 都是针对资料库去做所谓的资料的读取或写入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read跟write 它是指定某资料项目的读写动作 那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表示 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写readIX代表说呢 今天有一个交易i它对我们的资料项目X进行读取的动作 如果说今天你看到是这样一个动作是writeIX代表说有一个交易i它对X这个资料项目去做一个写入的动作 我们是靠read跟write来做一个判读 那只是说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把read跟write这两个动作来把它对应到我们前面交给各位的C口指令的话 那read是由哪些C口指令所构成 write是由哪些C口指令所构成呢 这次我们就来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说我们对应到C口语法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read跟write都是我们的EML指令 以read来说读取资料 你们会用什么 只会发挥了嘛 对吧 那些都是读取指令啦 好 所以说呢 我们的read的指令来说 它基本上就是slame相关的迅速 那如果是write呢 write就多了啦 基本上只要对你后端资料库的资料去做写入 变更的动作都算 比如说资料的新增 insert 资料的删除 delip 资料的更改 update都是 OK 所以说write的话呢 动作比较多 指令比较多 当然啦 我们因为表达上的方便 我全部都用readwrite来做一个程序 那只是说呢 read对应到什么样的C口语法 write对应到什么样的C口语法 你们自己要跟各位去想象一下 好 自己要跟各位去想象一下 好 讲了这些交易状态 总是要bano一下啦 来 bano bano给各位看哦 OK 那现在呢 我们进入到买C口语资料库系统 好 我们今天使用我们之前所设的那个测试用的资料库 im 学号 你们学号 随便啦 好 现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是空的 我们来show一下 show tables 里面是空的哦 一张表格都没有 好 那这时候我们建立一个测试用的表格 好 我们先把那个操作翻例交出来 来 我们先教各位好translation 交易的操作 我们先对我们这个测试用的资料库 来去建一个空的table 那这个空的table的话呢 有六个栏位 分别是SSN 好 那个员工编号 还有员工姓名 员工住址 员工服务的部门 员工执行的工作 还有员工的这种薪水 有六个栏位 那这六个栏位的话呢 主件是员工编号 然后员工的名字是unic 是我的意见 好 来 我们先对他去建立一张测试用的表格 来 iMP 成功了吗 成功了吧 所以说呢 现在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有一张表格哦 哪一张表格呢 试试看 我们现在用EMP这张表格来做测试 不过这张表格刚刚建立起来 所以说里面没有插任何资料 好 来 各位看一下哦 现在呢 我们要执行 那个两个DML指令 但是这两个DML指令 我把它包装成一个交易 来去做处理 而且这个时候呢 我是用两个视窗来去互相监看 来去互相监看 我们跟从管理者A的视窗 还有管理者B的视窗 来去做处理 那管理者A的话呢 他会去执行这两个DML指令 来当成一个交易 那我们来看一下管理者B 他们在监看这个交易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来哦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是管理者A 那我们现在另外开一个视窗叫管理者B OK 进入了 好 我们先到同样的资料库里面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哦 我们现在管理者A跟管理者B都可以看到同样一张表格了 这没问题啦 来哦 要执行交易了哦 要执行交易了哦 来 各位看一下哦 好 现在我们由管理者A来去启动一个交易 来 管理者A要启动一个交易的时候呢 首先不要忘记 一个交易会有70点 那这70点的指令 在买CQ 我们知道会系统里面是用什么指令呢 不要怀疑就是begin 就是begin OK 你们看哦 骗这个指令 好 给他打他去 来 这是管理者A 好 所以说我由管理者A来进行这个交易 好 来 好 管理者A begin哦 好 好 管理者A启动了一个交易了 好 来 那现在接下来呢 在这个交易里面呢 管理者A要去做两个资料的插入动作 而这个资料的插入动作来说 它是DML指令 好 它是DML指令 所以说各位看一下哦 管理者A启 就在一个交易里面 对我们的员工基本资料表去做 两笔资料的插入动作 好 所以说各位看一下哦 现在管理者A在进行这个交易的时候 这个交易的中间处理结果 管理者A他是看得到的 所以说我们show一下哦 来 不是 我们来看看哦 我们来看一下 员工基本资料表里面的资料 现在有什么 你看哦 现在员工基本资料表里面 现在已经有这两笔资料了 对不对 这是管理者A所插入的动作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现在管理者A的话呢 他是把这两个插入动作 把它包装在一个交易里面 在做执行 而且现在这个交易还没有结束 这个交易还在进行 还没有结束哦 所以说请问一下 现在管理者A 他所进行的这个交易 其他人看得到吗 其他人看不到 这就是所谓的孤立性 好 这就是所谓的孤立性 好 再说我们看一下哦 现在我们管理者B跳出来了哦 管理者B的话呢 他有没有办法看得到 管理者A现在目前所进行的交易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呢我们来看看 管理者B能不能看得到 EMP这张表格里面的data 好 试试看就知道了嘛 SLED信号 不按 好 EMP 来 各位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 I enter 你们觉得正常情况应该是什么 正常情况应该是空 为什么呢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的话呢 管理者B他是看不到 管理者A正在进行的交易动作 所以说呢 管理者A他正在进行的这种交易 他中间的处理结果 管理者B他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来看 我们看到 空的啊 一旷的啊 吃胖还说什么吗 呃 来 各位看哦 好 现在如果说我管理者A 这个时候他要对这个交易做正常结束 听清楚他要对这个交易做正常结束 那这个时候我就下一个指名叫做commit C-O-M-I-T commit 好 那这个commit按下去之后 我们一个交易才算正常完成 所以说你看哦 现在我commit指名下下去之后 按enter执行完毕了 现在管理者A把整个交易给结束掉了 这是正常结束哦 好 那正常结束之后 请问一下管理者B 另外一个四串 管理者B此时有没有办法看到 我们这一个table里面的资料 这个时候就看得到了 这个时候就看得到了 来 我们再试一下就知道了 有没有 这个时候他就看得到了 所以说呢 假设有一个交易 他正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因此呢 这叫做isolation 孤立性 可以啦 好 那这边demo给各位看哦 来 那如果哦 各位看一下哦 现在假设呢 我管理者A再次启动另外一个新的交易 所以说你看 我再次启动一个 现在呢 我们来demo一下 如果管理者A 他执行一个交易时 就他自己要把这个交易给终止掉 也就是可能遇到不正常情况了 或者说他自己反悔 他不想做这个交易了 好 那这次我们看 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来 来 现在管理者A 现在要重新建立一个交易了 好 现在管理者A又要重新建立出一个交易 来 现在新的交易来咯 新的交易的话呢 我们要对原本的员工基本资料表 再去插入一笔新的资料 再去插入一笔新的资料 来 enter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交易正在执行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交易执行当中 这个中间结果 管理者A自己本身 他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说一样 我们要slate 新号 浮浪 EMP 这样子一个指令 来看一下 你看呢 新的资料他插进去了 但是这个交易还没结束 所以说呢 管理者A他自己本身是看得到 来 管理者B呢 管理者B的话呢 他依旧看不到 这个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中间结果 所以说他依旧是看不到那笔新的资料 可是你看呢 现在管理者A 假设他反悔了 啊 他不想插入这新的资料了 啊 没错啦 那我说我要做退活动作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退回啦 那退回用什么呢 用rollback 方有交对的 rollback rollback 打个分号i enter 退回去啰 而且这个时候呢 这个交易被我终止了 我已经停止掉了 所以说你看哦 以管理者A来说 管理者A这个时候呢 他刚刚所进行的那个交易 你那个中间结果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而且呢 就管理者B来说 啊没差嘛 反正你刚刚那个交易退回啦 所以说我看到的还是原本的结果 还是原本的结果 那这是所谓的translation 交易的一个动作 交易的一个动作 好 那这边是属于交易的状态 这样可以啦 所以说呢 一个交易它一定会有个起始点 会有个中始点 只是说这个中始点是 正常的commute 还是不正常的rollback 然后退回去 那至于说 整个交易中间的话呢 会有很多read跟ride的动作 不会全部都是属于 DML指令所构成的 好 那这边是属于交易的状态 来 现在呢 来跟大家谈一下 当你接一个交易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遇到资料部系统发生 正常会不正常关机时 你的DBMS会有什么反应 基本上来说 不同类型的资料部系统来说 它会有不一样的反应的 以买机口的资料部系统来说 不论你今天这个资料部系统 它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关闭 基本上全部都是rollback 你这个执行中的交易 全部都是rollback OK 可是以Oracle资料部系统来说的话 如果说你今天是正常关机 就是按个ESID做票数的动作 这个正常关机的话呢 那基本上 你这个正在直言当中的交易 它会把它当成是commit 它会把它做commit的动作 可是问题是 如果说你今天遇到不正常关机的话呢 我们Oracle资料部系统 它依旧是把它做rollback 交易的退回 OK 所以说你看到 两套商用资料部系统 它们的处理动作都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指令来说 它们总是会有一点点差异啦 来 OK 那我们来demo一下 买机会有资料部系统 不过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正常关机 什么叫不正常关机 正常关机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打EXIT做正常的跳出 那不正常关机的话呢就是 我直接把poweroff 听人把它拔掉 或是说呢 我把那个磁型的视窗把它直接关起来 这就是不正常关机 OK 可以啦 好 去看看 就知道 来看看 那我们先把一个视窗给关掉 来 我就留管理者A的视窗好了 来看一下 OK 上面还有一个东西没讲到啦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下一次再来讲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正常不正常关机 我们建议管理者A 他一样起始一个交易 管理者A又起始了一个交易 来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来对这张表格做资料的插入动作 插入一个走狗 好 好 插入咯 交易厅在进行嘛 他插入一个资料 对不对 我们来续续看他中间的结果 OK 这个中间结果插入进去了 对不对 好 可是你看咯 这个时候假设 我今天正常关机 或不正常关机 基本上来讲 这个交易都会被退回 来 我现在用所有的不正常关机 好了 你看咯 这个交易还没有结束 对不对 那我现在呢 把它不正常关机 直接把它打叉叉 关掉 好 那这次呢 我再重新启动 好 然后这次我们来show 来看看那个里面的资料 好 你会发现到 刚刚你进行的那个操作不见了 他被退回了 看到了吗 好 他整个被退回 整个被退回 所以说当你今天遇到不正常关机的时候呢 或者说正常关机来讲 买机口 我知道故事总 全部都是把它当成rollback 你整个执行中的交易 全部都退回 全部都退回 你刚刚做的全部都不算 OK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待会有一个东 不是太会了 明天有一个东西再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这边 这个交易的测试 好 来那今天就先到这边 好